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我是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香蕉煎蛋吐司的做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仰望美食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仰望美食777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准备好两个鸡蛋,一根香蕉,还有三片吐司 把鸡蛋打散 蛋液里可以放入一些盐和胡椒粉 把鸡蛋液放在一个宽口一点的容器里 方便一会儿我们蘸吐司 把香蕉去皮 然后用刀斜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在一个小碗里 然后用叉子 把香蕉压成泥 如果不切片直接压,就会比较累 所以要先切一下,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 香蕉泥准备好之后,我们来擀压吐司片 擀好之后,在中间放入香蕉泥 如果香蕉比较生不是那么甜 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放好香蕉泥 把吐司像这样对折一下 找一个碗 扣住之后,使劲压一下 如果你的碗边不是很锋利 就需要用力压 反复搓几下 去掉外边 把碗拿开 就会看到一个月圆形的吐司饺子 很快就做好一个 接下来,锅上倒油 锅热之后 把压好的半月形吐司 蘸到蛋液里 蘸均匀之后 放在煎锅上 中小火来煎 翻面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烫到自己 像这样有一点金黄色 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放入一个 把煎好的盛出来 好漂亮呀 装盘之后 可以浇上自己喜欢吃的酱汁 把它切开看一看 哇,满满的香蕉 尝一尝 味道很不错哟 今天的香蕉煎蛋吐司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仰望美食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仰望美食777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